物價高漲學生的宿舍租金也含漲 向臺大委外經營的太子宿舍 在近期公告 因為認識成本物價上漲因素 將依照BOT契約內容調整租金 預估下學期開始 各房型將調漲兩百四十到五百元 而最高規格的溫馨套房 原本月租是九千六百元 將調漲到一萬零一百元 月租破萬 週末假期 臨近臺大校園的宿舍區顯得安靜 不過近期 臺大太子學社發出了公告 因應人事費用和物價上漲等影響 將依照BOT契約內容調漲租金 BOT管理宿舍 在調漲宿舍或甚至違約金的討論上 一直跟學生都蠻有衝突的 因為它不是直接由學校管理 是由太子學社來管理 不管是說學生會或是學校要介入 都一直其實蠻困難的 公告中 單人房從七千八百元漲到八千二百一十元 雙人房和三人房 各自調漲成了五千三百七十元 和四千八百四十元 至於溫馨套房 原本是九千六 調漲之後租金將破萬 有學生認為 如果要漲租金 希望房間的發霉 還有設備檢修等情況 可以處理再好一點 真的要講的話 我覺得發霉的狀況比較容易發生 之前的話它已經有針對一些 比如說鑰匙或者是磁扣之類的 做漲價了 所以其實漲價這件事情 它不是第一次發生 環境感覺比較舒適 可能寫完早上要把窗戶打開 然後不然就是整面牆壁都會發霉 對 然後它可能就會重新粉刷 然後就交易付錢這樣 應該還可以 台大指出太子學生的漲價 是依照合約進行 設備者物價指數 比前一年高漲百分之四 就會調整 以二零二二年度的資料來看 物價指數高漲達百分之五點三一 至於學生反映到設備的維修等情況 如果修繕效率不夠好 也會再督促業者改善 記者曹彥均 秋福財 台北報導